无良房东拒不退还押金, 看我如何整治它。 最近租房合同到期了, 房东说租金要涨价500, 本来2000的租金, 现在变2500了, 不然没钱还房贷了, 这理由一下子给我整不贵了。 我思量再三, 就说晚上给他答复, 晚上我给房东打了个电话, 我说不租了, 合同还有十来天到期, 到时我就搬走。 房东一听我不租了, 就让我赶紧搬, 不要妨碍他继续出租, 我一听心里不乐意了, 想想押金还在他手里也就算了, 搬就搬。 第二天我收拾东西准备搬家, 就让房东过来看看有没有物品损坏的, 虽然我知道没有, 但是流程还是要走一下, 他在房间里溜达了一圈, 实在找不出什么毛病, 最后盯着厨房里的冰箱, 说冰箱被我用的味道太重了, 我说冰箱本来就会放各种菜, 有点味道也正常, 而且我把冰箱里里外外给你擦了一遍, 可是他不管那么多, 他说冰箱是不能用了, 买来的时候四千多, 现在给我折旧费三千块钱, 让我把冰箱搬走, 他再重新买一个, 我整个人就无语住了, 心想这冰箱那么重, 你明知道我搬不走, 分明就是想恶我, 而且我掏出手机, 扫描了一下这款冰箱, 网上同款新的价格分明才一千八百块钱, 你的黑心算盘打得可真是好, 于是我又跟他理论, 即使被我拆穿, 态度依旧是那么坚决, 说什么都不肯退押金, 就这样僵持不下, 不退就不退, 那我就再住一个月, 刚好抵房租了, 有一天我回家, 看到楼道乱七八糟, 顿感不妙, 走到家门口, 果然发现行李被丢了出来, 我拿出钥匙, 戳了戳锁孔, 发现怎么也打不开, 原来房东把锁也换掉了, 此刻我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, 本想坐在门口大哭一场, 心想我不能这么没出息, 于是我灵机一动, 既然你不给我退押金, 那我就搬走你的家具家电, 可是一想到我都进不去家门了, 也就算了, 而且私自搬走他家的东西属于违法行为, 然后我就通过其他途径维权, 首先我拨打消防的热线, 举报他家的灭火器是过期的, 到期还不知道更换, 第二天房东就给我打了电话, 对我恶语相向, 态度极其恶劣, 既然他不知悔改, 那我也就不心慈手软, 于是我把他投诉到税务部门, 说他收租不开发票, 涉嫌偷税漏税行为, 然后拨打12345公开热线, 说他家有违建行为, 因为他把家里的飘窗改成阳台, 还往外伸出去很多, 然后我收集房租和水电的缴纳凭证, 以及租房合同, 还有各种聊天, 记录电话录音, 把他给起诉到了法院, 过了两天, 他可能收到了检查通知, 或者是法院传票, 他打电话过来要跟我和解, 说要私聊, 我心想哪能让你这么糊弄过去, 今天不让你意识到错误, 以后还不知道会有多少房客被你坑, 于是我心一横, 就把这个维权进行到底, 最终房东被罚了很多款, 亚金也被法院判了退还给我, 自那以后, 房东看到我就对我咬牙切齿, 而且还把我联系方式一并给拉黑了。